在九合一選舉之後 民進黨大敗 當然黨內就揚起了一些檢討的聲浪 尤其是現在在立法院的預算會期 完了之後一月中 是不是要進行內閣改組了呢 根據臺灣民意基金會 最新的民調顯示 行政院長蘇貞昌 現在的滿意度 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四點七 但是不滿意度是高達了五成以上 所以有超過一半受訪的民眾 都不是很認同他的做法 那麼有人就說拿來比一比 你之前也當過行政院長的賴清德 當時他要辭職的時候 他的滿意度還有四成以上 那麼對比下來行政院長蘇貞昌 是不是應該要請辭下臺了呢 不過一旦他真的請辭了 誰要來接棒 有人就點名了 是不是這個前副總統 這個陳建仁 他也可以來接棒 但是陳建仁呢 他雖然當過前副總統 但是他沒有太多的行政經歷 因此副葛魁的人選就至關重要了 有人就點名了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是不是可以來輔佐他 有人也問到這個問題 但是總統蔡英文 只給了一個答案 就說時候到了 就會來跟大家報告要外界 先不要預測 但是現在傳聞已經盛消成上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按讚 請按讚 請按讚